這是我們南投一家的客運車的司機 電視座很大 一邊開車一邊玩平板 滑電 滑手機 南道管議員宋懷臨 所說的就是這輛 公車輸去一邊塞車 一邊玩白板電腦 整個過程都讓一位大學生放下來 我這邊好像說 是拿人民開玩笑 還是技術高潮 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怕到死 而且就是在我們這一段 南投到草屯這一段 當然跟我們沒關係 但是人命出了事 誰負責 所以我在講說這種東西 我們有沒有一個可以管的單位 來管這些科技公司 整對議員的問題 到底有到一個單位 可以來管社群的事件 對處南投管政府幹部處長 甘有名也作出回答 當然這對有客運業 這個部門我們也會通報給監理所 可能查處這個 這個司機大概是走哪一個 客運哪一條線 那可能需要他要去做檢討跟改進 其實我接到很多的民眾的檢舉 包括剛才去檢討 就這樣油門就催下去 很多人就摔跌倒在那地方 尤其是老人家 送還人議員也記了一些案例 有的事件油門斬人口 過程不停電電不良的行為 他們都要求相關單位好好觀看 以保障人民的安全 另外 管來有很多偏向地区 都完全沒有共產行事 這也造成很多官民到頂部的不便 客運公司 了錢的事情沒人要做啊 但是呢 我們的我們的泄民 老人家要出門 沒車賺坐 這麼不方便 而且我們要節能減碳 要怎麼節能減碳 我們要愛護地球 要怎麼愛護地球 老人家 你要叫他怎麼走 用走 十一路公車 管府幹部處長跟油門也表示 占隊是不是要增加公車行事的路線 將會藏客員藥家來溝通 連後這支香港理所情處 以後管來的台中文書 可以越來越方便 繼續出口 開廠報道